Hello 缺戰中環 每個星期每個禮拜 新鮮和金 你不知道怎樣說 其實我本來想說很少廢話 說什麼?說我炒車? 說你炒車,但原風不動 整件都是回到 快點把車子修好,你的車子是兩座位那種 我一上去就說,這些兩座位是混雞用的 其實樣子有點酸葡萄 當然 一看見我就是賤車 一路開車,說這區有我的X 那區有我的X 現在已經很準確 已經算好了,我的朋友怎樣玩我 他不是只有哪一區的問題 他們已經數不出哪些女友的名字 他們是數你的車的模特兒 哪位?我駕駛SLK那個啊? 即是說你的女兒 車內的才是模特兒 這個才是厲害的 阿楊是個小桃桃沒有怪的 超級抽的 以後我都不坐他的車 不是啦 我這些連一個X都沒有,他就說他有很多X 等等,我可以讀一些東西給大家聽 我們先說幾句廢話,先進入正題 不要少我們 謝謝關心 就是呢,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是今天呢,在我們的群組討論 沒有大家討論 因為是我們自己的群組討論 那就是呢,蕭公子呢 就說,有人找我,還有地鐵被訓 現在被人點上 的士,還有地鐵被人點上 然後呢,我就說這些機會 然後呢,女王少搭地鐵 蕭公子就說,他們是先讚女王 他很羨慕我,還有少許酸葡萄 女王又漂亮又厲害 然後呢,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我沒有錯聲 然後阿楊就回答 阿楊就說,蕭公真的很會哄女生 難怪他,各區都有X 又來酸葡萄 這個時候呢,我終於回答了 我就說同感 蕭公說完,雖然我很想相信 但是李勝告訴我 蕭公是日行一線 然後阿楊再來,再出招 說晚載他回家,日行一線 不是,你這句話是 你再出招,阿楊再出招 勁就勁在 蕭公是用真話哄女生 絕無誇大 這些才是高手 哇,我連續給旁邊這兩個人 KO了兩個 然後我就是那個中槍 真話哄女生 我只是坐了他幾個車 就已經感覺到很多東西 首先呢 我們都明白為什麼這麼多X 應該是要炒 這麼多X要搶他的車 首先呢,港女愛Banker 對不對 很多人不知道她是Banker 重要啦 是一個博學多彩的Banker 我想問,地鐵人 點理上的那些是男還是女 今天是一個阿叔 他第一句話 你是不是這樣 今天是一個阿叔 平時呢 什麼人都有 什麼人都有 你強調說今天 我知道你不會說謊 我都說他不會說謊 沒有謊 就不會說 開始了 有些人問 我們還未開始 開始了 沒有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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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等人進來 快點留言 其實我們有主題 我們有很多主題 阿楊你想說什麼 觀眾留言 希望我們回答的東西 新鮮熱辣的 不如說 我要讀出來 我要讀給大家聽 我們要說些什麼 首先就是 社會科目的 我的兒子也有話說 我的兒子 不是 這是我的女兒 他還未入鏡 不過沒關係 我們要說很多東西 青年新政的宣誓風波 特首律政司的介入 三權分立 現在就很合作 什麼分立 就是亂說話 然後建制派協助劉會 五餐肉啊 你幹嘛要這樣搞我們 五餐肉啊 大規模犧牲 那些五餐肉 請勿浪費食物 我們要請兩位 解讀Gina 這兩個字 嘩 真是很久 我們已經有聽眾 你們今天要做四個小時才行 以及康僑之家的豆奶紙巾 怎樣開始 新鮮熱 不如宣布法會 立法會 很嚴重的事情 話說上個星期 因為劉惟貞和梁仲恆等等 宣誓認為有問題 就說 被指玉華等等 今天本來是重新宣誓的 即是在新任主席梁君彥下 趙雷 都已經拖拉了一陣 才讓他們再宣誓 已經踩入場了 昨晚深夜 都已經九點 法庭也有判定出來了 是 突然間殺出來 就說 不讓他宣誓 對 不讓他宣誓 法庭已經說了 可以繼續宣誓 等等 等等 我要先弄一下你的時序 上個星期宣誓 被人說他肉華 DQ他 是怎樣呢 就是上個星期三 不是啦 就是今屆立法會第一次開播 宣誓就職的時候 沒錯 有幾個續戚的玩東西 玩東西 不是續戚擺明 擺明玩東西 對 這個非建制派的議員 還有一個黃定光 建制不是玩東西 但是賊到讀不到香港的兩個字 對不起 這五位非建制的當中 有一個超級慢版的劉小麗 有一個非常抑揚頓挫的羅冠聰 還有姚崇嚴的嘉尿 即是愛爾真普選 還有韓瑞的香港核心價值 接著就有兩位 這三個人都算了 都過了 都比較經典 對 但原來有兩件很堅的 兩件很堅的 就是清明真正的分別都是隸屬 就是梁仲恒和游惠晶的 為什麼大件事 這次不關博夜事 他們不是在立法會發生敦論 只不過他們是上台宣誓的時候 披著一件 好像披肩 但寫著Hong Kong is not China 我們從這裡開始說 因為我要確保 港豬仔都聽得明白我們說什麼 如果不是太深了 你知道嗎 我昨天的朋友 他看著新聞 那時候是梁仲恒和游惠晶在高院面前 被人打咪咪的時候 我的朋友就說 這兩個人是誰來的 我終於中槍那一刻 然後我忍不住狂撐他 我說你看新聞是不是會敏感的 其實 他肯問誰來的 他留意到有人已經很好了 已經很好了 不是貿易不會走開 所以我們有披肩 Hong Kong is not China 香港不是中國的 我們由這一句開始解釋 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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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第二句 我們以後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兩位怎樣看這件事呢 文法上 邏輯上 都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我也是這樣想的 香港當然不是中國 如果不是的話 立法會都有人回答這件事 否則你會搞兩個中國 是 非常簡單 為甚麼 為甚麼 彼岸呢 彼岸就要堅持 這個 你要明白 要堅持九二共識 一個中國 你明白 除了這個 鴨利洲英文之外 還有一些叫大中華英文 大中華英文 我傳了一些照片過來的時候 大家都很猜疑 是不是真的這樣翻譯 大操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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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上面 逢是個幹 他一直在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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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他又是幹 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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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會在幹部 益 也會這樣 幹部 上司的幹部 都可以來照額 塞部 全都要簽部署 趁關 先修理 幹爆鴨肉 乾燥牛肉 還有幹爆鴨子 嘩得到 嘩得到 我以前也試過拿一些文章給別人 給上面譯英文,現在是便宜的 很久以前那間公司想著 什麼叫你貪便宜? 不是我貪便宜,是公司 很久以前那間公司了 不是現在那間公司 他們上面有些反譯下來 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就是硬譯 例如生字,他們就說知道你什麼 生字 例如生技餐廳 學生寫字的餐廳 學生寫字的餐廳 可能是專門招待學生 之類 例如當時易春秋戰國的歷史 大家財軍,互不加兵 照他的意思是大家不要打對方 不要攻擊 他們的嘉兵就知道要攻擊 他們是not to increase army 是這樣的 其實翻譯很多他們是中英文都不行的 結果就出現什麼幹部變乾 所以就很敏感 這句說話即使是文化邏輯 完全正確才算 都會有人敏感到爆炸 因為他習慣了這個電腦翻譯 完全不懂任何中英文簡 就分不開 看到這兩件事 他意會 就是說 如果真的用英文表達出來的話 應該是 Hong Kong is not part of China 那你完全不敢寫這件事 只是Hong Kong is not China 事實上是 其實Exactly 不然就變成兩個中國 是啊 我也說了 如果台灣那邊 是需要嚴格遵守九二共識 一中國表 你要記住是一中 那怎會有香港也是中國 台灣也是中國 台灣的表述 根據九二共識 台灣 is not China 這麼簡單 是啊 如果你寫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not China 就很過癮 現在問一問大家 文法上、邏輯上 Republic of China 是不是is China 你敢說是的話 就已經兩岸打仗了 這麼簡單 你既然不能這樣說的時候 你認為Hong Kong is not China 有什麼問題 我又想起 有一位 Tree Gunner 印章卡片 Republic of Hong Kong 他有 他有 按照計應該褫奪這個議員的資格 他已經講過了 對 還嚴重 但是 我現在都很懷念這個中議員 因為中議員為我們帶來 沒錯 對 尋滿的立法會片段裡面 多了一把娛樂的聲音 但是說回這個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在文法上和邏輯上 學銷公司說是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為什麼 我解釋給你聽 譬如 你說我要喝一杯 Espresso 或者Cohé 我對一杯Cohé給你 你不可以說 Cohé is not Cohe 因為裡面有糖 有咖啡 有咖啡 有水 整個組合成為 Cohé Coffee 正如說 我有五臟六虎 那我把我的肺出來 肺不是女王 膽不是女王 整個組合在一起才是女王 讀飽書 沒理由誤會 女王可能是現代化抽象 中國古代有一個很明句 出現過的 就叫做白馬飛馬 邏輯上不能說他錯 因為馬是形容一個 set of動物 這種物種叫做馬 白馬 只不過是這種物種裡的其中一種 有黑馬 有灰馬 有啡馬 有七彩斑馬 斑馬 斑馬當然不是馬 搞笑 什麼顏色的馬都有 白馬就是其中一種 有什麼可能你說白馬就等於全部的馬呢 你說不通這件事 所以這個邏輯 所謂的 sad theory 一早已經有 中國人的邏輯應該很準確 不過原來很可惜 是兩千多年前的事 兩千多年前到現在就不見了 春秋戰國時代的那種邏輯辯論 不是現在那種 小公 當時是高水平很多 兩千多年前的人都明白這件事 兩千多年之後會不明白 我搞不明白 其實在下就讀很少書 但我曾經上過一些關於法律的概念的課 當然是一兩課 很厲害 不是當然不敢 但老師就在課堂裡面 他就說如果烏鴉是黑色 那這種黑色的鳥仔 又是鳥仔的一種 那是不是所有的鳥仔之為黑色的都是烏鴉呢 那要過怎麼辦 對 那他們就覺得 對 很多時候我們會有一種 思維上的謬誤 黑天鵝這麼大塊都可以當他烏鴉 那是不是所有黑色的鳥仔都是烏鴉呢 因為黑色的鳥仔 這隻黑色的鳥仔是烏鴉 那所有黑色的鳥仔都是烏鴉 所以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就是很多時候 在法庭上 他花了很長時間 他確實大家都是同樣的項目 大家對這件事的理解也是一樣的 其實你問我 你建制派人才鼎盛是不是 政協 常委 不是沒有常委 對不起 然後商界的精英 全部臨立的 還有很多的律師 今屆都選了幾個 鄭偉俊議員 這個叫什麼名字 那個恐嚇人的粉腸 我忘了他叫什麼名字 律師很多 何君堯律師 何君堯 還有很多的 還有那個 新民黨那個 哎呀 用BB 很經典 他們都是受過 法律教育的 其實他們會不會分不上 不會 我就認為 那就是做什麼呢 就是刻意轉換法 故意做這件事來混淆視聽 讓你們一班大香港的大媽 俗稱師奶 和普羅大眾 分不到尤慧晶和梁仲仁是誰 一聽就說你是宣傳港獨 以及你就是玉華 當然玉華就是我們下一個 味道的 是一個題目 即是在那個誓詞裏面 他有沒有宣揚過任何港獨 只不過是證明了一件事 他兩個英文可能真的很差 如果他真的想說港獨 那他傳句 Hong Kong is not part of China 他這件事都不會寫 但這句就不是他兩個獨創的 這兩句其實在網上 和在年輕人的圈子裡面 其實流傳了很久 我記得我入場 看香港和中國的外圍賽 分組賽的時候 已經有很多這些標語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其實他也說文法上和邏輯上都是沒有錯的 不如你說銅鑼灣 is not Hong Kong 那有沒有問題 銅鑼灣 is not Hong Kong 銅鑼灣 is not Hong Kong 銅鑼灣 is not Hong Kong Hong Kong is not Hong Kong 也對銅鑼灣也是對的 就是差一個part of 不知道為甚麼他們就起了共 他們的起降不是沒有原因的 這個是處心積累 還有有意的借題發揮 是政治需要 當中聯辦一出聲說他們辱華的時候 立即說那群建制派大帝立即做事 紛紛說這個資賴是怎樣辱華 這時候當然要請兩位熟讀歷史、飽讀詩書、學富五居 兩位解釋一下資難的出處 其實這不是什麼學不學富五居 其實是很普通常識 不要這樣,這樣會傷害別人的玻璃心 我們先不要說中國資難是什麼 純粹從一個很普通的歷史事實去說 其實資難純粹是一個譯音 而且已經超過一千年歷史 最有名港芝拿的是誰呢? 就是唐三壯 取西經去到天竹的時候 當時天竹發生佛教界很大的事 我想呂王應該都很熟 就是大聖佛教和小聖佛教有一次無遮大會 大便論,不要誤會,不是天體大會 無遮大會是佛教的一個大便論 在曲呂城 即是很公開,完全沒有遮蔽的大便論 是的,不要想到別的事 當時印度天竹那邊的小聖佛教比較盛行 那邊的人才比較鼎盛 唐三壯本身所收的那個是大聖佛教 大聖佛教那邊覺得不夠了 唐三壯本身所說 如果我贏了,就是大聖佛教的勝利 輸了,你們就說是我這個資拿僧人的問題 不夠了 他們一人承擔了,贏就是大家的 輸,我個人的問題 是唐三壯本身所說 結果贏了,贏了整個天竹最頂尖的那班小聖佛教 結果呢,就將他大聖佛教、小聖佛教 出席的真人一起奉他上一隻大白象 不是現在香港那種大白象 不用幾千億 是的,但更加珍貴,有錢也買不到 白色的大象 無論在東南亞或印度等等 都是一種極端吉祥的聖物 是活的聖物,不是傳說 不是高登神獸 不是,也是神獸 那時候沒有高登,但他絕對是神獸 奉祖上說,稱他為佛門大聖佛 所以他以芝拿的名譽 其實是為當時的唐朝爭光不少 後來芝拿一路都是一個譯音 例如Cafe,即是涉丹 即現在國太的Cafe 都是有不同的譯音 但後來近代的意思的確是變了 日本很多時候叫中國芝拿 但在我們未去過之前 我們說芝拿好像最早的出處 因為我聽了很多不同的版本 兩個主要不同的版本 一個是印度 一個是出自印度 繁文 繁文中所專稱東方高尚的國家 因為當時東方最頂尖的一定是中國 印度東邊 而當時八世紀是甚麼時候 唐朝 唐朝八世紀 八世紀 而另一個版本 再遠一點 亦是合邏輯地為何 亦是後來為何印度會叫芝拿 即是中國叫芝拿 就是聽說 那時因為秦朝 是中國叫第一個統一的國家 這個我就比較多 不會有人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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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查完之後我們繼續說下去 這傢伙叫苦行和尚 我見到你留言了幾次 說到他們說甚麼不要緊 我們想聽的是大事 他們是小學雞 你們不要跟他們一樣 又說我們想聽的是你們有智慧的說法 我們已經在說了 你不適合聽就不要聽 你知道嗎 你讓我們有一個編輯自主 說我們自己說的話 也不用怒氣 如果我們說的小學雞 你早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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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還有自己開麥克風 繼續 我會覺得秦那個稱呼 是更為合理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看東西方的交流 你說絲綢之路也好怎樣都可以 一早已經有了 比絲綢之路更早 更早的 東西方交流不是絲綢之路之後 八世紀唐朝之後 不是那樣東西 漢朝之前都已經有 可能漢朝之前兩三千年已經有 也不止 如果你留意新疆有一堆出土的木乃伊 如果你記得的話 當時那些木乃伊 又是故之然 中國都還沒有形成的時候 而他們身上的村戴 還有他們的容貌 基本上是西方人 這麼簡單 現在最過癮的 這個是在新疆博物館裡面有 甚至四川都有 四川的另外一個 其實是新疆博物館的過癮 什麼呢 考古出來的東西 福原廣大集中一生的東西 你想像不到 第一 他們用的車輪 當時中國還未發明 不好意思 現在是西方傳入 中國有可能 第二樣東西 就是他們身上穿的衣服 他們的死人褲 隔仔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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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法蘭西出品的蛹 六千年前 六千年前 而他們身上配戴的 貝殼珍珠的飾物 是印度蘭變出的 即是根性的 你找到的 沒辦法騙的 然後他們還有很多用品 朱如超那些東西 基本上是集歐亞各地 和印度似大陸 集各地所長 而在新疆重現 六千年前 中國還未進入戰國 春秋 還未形成華夏文化區 類似當時 現在叫做養少文化 沒錯 我們仍是青銅新石器時代 中間那段時間 養少是否是龍那個 不是 是陶器 陶器 陶器 在西北那邊 其實很可思過人 我補充一點 其實上世紀初 已經有考古學家 來中國發掘養少文化的時候 提出一個論點 養少文化西內說 是否絕對單向呢 我未必同意 為甚麼呢 因為人類文化的關係 是多向的 所以當時 你站在東西大陸的 所謂綠橋中間 有這樣的文化存在 正常到不得了 也就是說 顯示另一種東西 再向後推幾千年 如果西方的來客 要接近中國 第一樣接觸到的 什麼家方 就是中國西部 你走不掉 請問 你想想那個時候 在公元前三百年 在漢朝之前 在未統一的時候 你誰是在中國西面清化的 你再想想 就算中美統一之前 是戰國時代 最大的國家 都在西面 就是秦 所以為甚麼 你會發覺後來 好過人地 好過人地 是甚麼家科呢 如果你看回後來 出事西域那群子 回來寫 西方那個國家 叫甚麼名字 好過人的 他是寫大秦的 他是羅馬帝國的 他們的記憶是叫大秦 你明白嗎 如果在那個空間裡 大家互相理解 那個時空裡面 認識最大的帝國 就是秦 秦漢與羅馬 其實有很多交流 都發生了 西方認識東方 最先肯定 第一次去到門 就肯定是秦國那邊 明白嗎 好 我們要解釋一下 為甚麼他的名字 另外一件事 因為秦就是秦的音 首先第一件事 口音大家還在爭論 因為如果你有古漢語 秦是否真的讀秦 這是有段時間爭論 我當他是 的確現在我們北方語系 是蒙古西域那邊 還以為秦的口音 不是漢語 那時候有康竹應聲 是否閃西口音 你不能夠 所以秦 假設你真的都不是變化很大 還是北方口音 秦來說的話 你就是秦 明白嗎 所以怎樣發覺 如果你在看西方 主要的語言系統 由波斯語 數起最接近中國 波斯 古波斯語 已經叫中國秦 真的秦 C-H-I-N 沒有其他 沒有頭沒有味 A字是從哪裏來的 因為歐洲語系 如果你去拉丁文化區 要分男女的 所有國家都有分男女 而國家是女 國家一定是女的 因為偉大的祖國 媽媽一樣 你不是國民教育 某些小學都要讀這些 所以你現在看完所有Latin root的字 任何關於中國的reference 全部寫China 或者Sina Sina China China 是同樣的 Sin 和C-H-I-N 是一樣的 所以它所有referred 到中國的名字 都叫China 或者Sina 就這樣簡單 Gina 是這樣的來的 你如果說 不近榜 其他人怎麼說 法文論 經常都是這樣 那邊有個字 她的女性的稱呼 她用A字尾 半跳湯 半Latin 所以她用A字尾 所謂女性的 她的名字是L-A 是不是L-A L-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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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 Sin 但是Sin 你想想想就是Chin 你走不掉的 我們小時候讀世界歷史的教科書 在香港 國家都是用Shi 用香 拉丁文語系是這樣的 整個歐洲叫中國 叫做什麼 就是巡 大巡 這個語言互相 就是國家之稱呼 所以你看時間 時序也是 時序就是 如果最接近中國 古波斯帝國 中歐 那個所謂 橫歐歐 那個霸權 國家 第一樣 最估計中國 就是Chin 放在這裏 所以如果你在那裏 A是因為 那個男女性別 國家那個女性稱呼 所以加一個A 所以你向南走 印度那裏 怎樣叫支拿 一世紀 或者八世紀 那段時間 為什麼呢 因為一千年前 人家已經叫做支拿 明白嗎 人家是專稱來的 拜託 人家叫你大巡帝國 拜託 就算中國的名字 去到西方 人家這樣叫 西方國家的名字 來到中國 其實也是一種 語言的轉換 也有些音不同了 例如俄羅斯 Russia 明明沒有俄在前面 路西亞 路西亞 就是日本叫 是R音 其實是對的 但俄音在哪裡 中國原來 最早跟俄羅斯接觸 是通過蒙古 蒙古人 就加了俄音在前面 所以漢語 即是漢人接觸俄羅斯 或者漢語系接觸俄羅斯 就加了蒙古音在前面 叫俄羅斯 應該叫羅斯 這就對了 你看偉小布也是 他叫羅撒國 羅撒 是啊 這個滿洲人叫羅撒 滿蒙那邊的口音是這樣 直接叫羅R 漢地那邊 加了俄 因為漢地是隔了滿洲和蒙古 就不是直接跟俄羅斯接觸 所以說 你叫人家的國家 可以叫做戀勢大龍 人家很正確地叫做大巡 你覺得有問題嗎 很奇怪 而且他因為裡面 他又是一個很刻意 很討厭 我覺得的spin off 在於什麼呢 就是 你可以說 今天有很多話題 就是我們有很多話題 就是說 其實游慧晶說的時候 他帶有侮辱的意思 這件事是難以證明的 首先 你怎樣證明別人在想什麼 別人的intention是什麼 他的用意是什麼 你說不是我覺得他是 如果你用我覺得他是 就是的話 你會說這件事很危險 你肚子裡面叫蟲 如果是這樣 就說我判定你有罪 因為我認為你有罪 這件事什麼時候發生過 大家其實以猶在意 就是剛剛選舉主任 認為我覺得 我不相信你 不是真心擁護基本法 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指控 還有他接下來會後患無窮 因為 你做了一件事 你真心誠意 他做了 他不相信你 你就不會再有機會 所以其實這件事是不是 你不相信這個宗教問題 還是法律問題 信者就得救了 這麼簡單 共產黨從來都要相信 所以你用了一個 宗教信仰的邏輯 去講法律和憲制的事情 我們眼睛都坦白了 所以三權分立 已經是後話了 如果你這樣搞的話 根本不用任何法律 你相信就可以了 你不如等於這個 好像伊斯蘭國一樣 我相信就可以了 梁天琦當時被褫奪參選資格 也是 我不相信你 你簽了那份 你講什麼都沒有用 總之我不相信 那份不搞港獨的證明 但你簽了不行 衰小子 我認為你的心是這樣想的 正如是搞港獨的 所以我就褫奪你的參選資格 我之前都已經寫了一篇文章講過 那個現象的什麼家科 講資拿的問題是否是辱華 人家全世界都沒有改口 幾千年現在就叫做資拿 為什麼近代或近世 覺得變成辱華 因為請說 因為阿Q正傳 你沒有留意過嗎 其實很簡單 你想想 你開始肯接受資拿的時候 人家正在打你 你明白嗎 即是說以前大巡帝國 人家當你神那樣拜的時候 你不覺得有事 是 現在一樣叫你大巡帝國 就是踩你的時候 你不覺得有事 因為玻璃心 不是在於你的名字 本身出了問題 而是你 是關聯到什麼事情的內容問題 為什麼我跟阿Q正傳有關 你看路信寫的方法很簡單 阿Q頭上有一個 他有一個垃圾頭 因此開始有一個叫忌諱 忌諱 忌諱是什麼 你大巡帝國的賴字 賴字有關的東西 全都覺得你是針對他 因此阿Q做了紅光 上面 即是路上心頭那一隻 阿Q是這樣的 問你為什麼阿Q這麼反應 因為他經常被人欺負 任何他覺得 你是影射他的垃圾頭 他就發火了 同樣道理 我的總結很簡單 後來你看路信寫什麼 就不單止是賴 賴 他忌諱 連光 亮 燈 燈 他都覺得你是針對他的 因為他是阿Q 他是一個玻璃心 李中海都不可以存在 不可以的 因為阿Q有一個玻璃心 所以你叫什麼鬼 總之阿Q 又是那句 他覺得你是針對他 就針對他 當你全國上下13億的人 都變成阿Q的時候 你就覺得他辱華 都說幾千年前 人家專稱你是大秦帝國 但你不覺得是玻璃 唐三壯還未非識武 甚至國父上台的自稱 寫資拿的時候 國書也是這樣寫的 我沒問題 直到什麼時候有問題呢 你真是敗家的時候 被人打到你七個一皮四腳朝天的時候 你真是通街都漢奸的時候 你就覺得有問題 尤其是在日本侵華的時候 因為日本都是繼續叫中國為資拿 其實全世界當時還叫做資拿 印度資拿半島 下面那個叫做安都心 你整個越南 柬埔寨 剛剛泰國死到皇帝那邊 那個叫做印度資拿半島 沒有改過 現在甚至我在十幾二十年前 當時還未九七 有指明珠台的一些中文配音 紀錄片的中文配音 都將中南半島叫做印度資拿 它叫做印度資拿 剛剛在中國和印度中間的半島 叫做法屬印度資拿 甚至現在也是一個專有名詞 因為剛剛被人打得最初 其實日本繼續叫做資拿 他就將這兩樣東西扣在一起 所以我們發覺這次 他全部都是用日本的東西來講 他不跟你講日本以前幾多千年 他不理你 人家專稱你是資拿的年代 你又不拿回他來講 因為日本這樣叫 所以就是侮辱了 就是中英聯合聲明 也叫做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Sino-British War 現在全部都是港資拿 但是這幾位專貴的建制派議員 因為日本侵華時期 就因為有用過這個字眼 所以就是痛苦的回憶 所以現在你仰出來就辱華 你又不管前文後理都不要緊 但你會看到這幾位專貴的議員 他照樣是吃日本餐 穿日本衣服 用日本電器 日本食物 這些都是吳玉華的 不知為何 照樣是我們的偉大的局長 吳克劍 都要進去日本看櫻花 又看楓葉 這些時候 為何你又覺得吳玉華 請問 所以是否過癮在 當時全國都是阿Q 就沒有其他話可說 還有為何 不要說香港這幾十個 叫做尊貴的外國議員 看看中國 多少人去日本掃貨 連廁所板都買到斷屎 日本奶粉掃到渣都沒得剩 為何你還要送錢給日本呢 其實還有一個心理距離的問題 我再踩一腳 你再畫浴華 心理距離有甚麼加科 好過人地 每個國家的愛里芝拿 都沒有反應 除了日本 因為日本叫小日本 倭寇 倭寇 在亞洲地區居然是 所謂阿Q說是兒子打老子 即是兒子打老爸 就是這種形勢 孫子打老子 孫子 所以變成了 一向都是天朝心態的時候 你當別人是窩囊 而別人窩囊 依然叫你去支那的時候 拆了你兩腳 你射到朝天 那你便是玻璃心 嘗試那些鬼佬叫你China 你反他枱 為什麼這麼簡單 所有鬼佬叫你China 真的不是China這麼簡單 你看看所有拉丁瑜系的國家 剛剛才去完西班牙總領事 聽完 他講了兩個子女 就完全中了 居然 他對著中國 又叫China 你西班牙文真的寫著China 你不要生氣他 你反他枱 說你西班牙人是肉話 因為不見到鬼佬有反應 第二 就是Cathay Pacific 他真的指著那個國太牌 他不是做Cathay Cath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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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hay是靜獨 Cathay是什麼意思 契丹 你所謂的大寮帝國 亦都是當時洪霸中國北方和西方的大帝國 後來遲過羅馬人認識中國那幫人 八世紀之後那些 你認識大寮的 大家都在宋朝的時候 你還未曾送過去不到西方 你經過寮國才去到西方 所以那時候叫那幫人 契丹帝國 Cathay 契丹又是中國 Gina 人家沒有鄙視你 尊稱 你說Cinna Cino 你說 漢學 Signology 漢學家Signology 一樣是一個專有的學術名詞 所以好過人家 全世界叫你Gina 你都沒有反應 唯獨是日本人叫 你就拆天 說你肉話 這個有一段估讀的 我覺得 我不熟悉歷史 有一段估讀的 就是那時候韓國是日本 韓國是中國的附庸國 而日本是舊僵育韓國 而在最後 他自己是被刀爆了的子老虎 這是一個很奇恥大辱 在清朝的時候 晚清的時候 所以你說 他現在是否真的因為一個Cinna 的發音 這個詞文是一樣的 因為一個發音 你可以不妥妥這兩個人 OK 你可以不妥妥 你可以道德審判他們 你可以在意識上 扔石 扔死他們 也可以 但是代不代表 你能夠蝕奪兩個人議員的資格 完全兩回事 兩回事 你看一下很棒的就是 這個梁君彥的大口 當然我們還是要說太多話要說 梁君彥的這個資格 主席 主席是你 到底是否真的 戀直 假愛國 這個事情 朱凱迪就去了英國 那些人就說有用嗎 喂 很高張 他不是找現在的外相 Boris Johnson 他是找影子外相 那個女人是影子手上嗎 公黨那個女人 上了BBC 他是影子外相 影子外相 他們也同意了 將這件事走去 跟現在的真正的外相 執政的外相 Boris Johnson去說這件事 得出一個結果 但是這個時候 梁君彥裁定六個議員 除了羅冠聰之外 其餘五個人都要重新宣誓 這個時候 說是遲那是快 關你特首什麼事 其實 一個三權分立裡面 這個是立法機關 立法機關 梁振英是沒有份 在裡面 以示 你不是主席 你簡單來說 不關你事 你是no position 因為我們說position 這件事很關事 因為就是慎防堂邊殼 走過差兩句 好像你說 到底這個梁君彥大口 到底他的身份 是不是合資格 是不是我 或者蕭公子 或者阿楊 去信去英國外交部 他們都會理會我們 不是 因為蕭公子說了一個點 我們早幾天就請教了他 就是你不是interested party 是不是 不是相關人事 沒錯 不是相關人事 現在就有相關人事 interested party 就是議員 真的飛過去 真的飛過去 真的上了電視 把這件事提升到一個國際層面 而他依然是用旺角式英文去接受訪問 雖然他英文說得不是特別流利 不是特別好 但是他的 intention是非常之好 你會發現那些鬼佬是不介意的 因為他們明白 你香港的民意代表 香港的民意代表 你不懂得說英文 不是queen's english 沒有什麼所謂 鬼佬看到你其他族裔的人 不懂得說英文 你有口音是正常的 不懂得說英文 他都不覺得你有什麼大問題 沒有問題 是華人覺得華人不懂得說英文 就有問題 很過癮 尤其是香港愛國 就算說自己怎樣愛國也好 覺得香港的華裔 不懂得說英文就不懂得了 為什麼這麼大的文化自卑 又不說這些是玉華 我真的不明白 都說了玻璃心阿Q 我當時見過他有一個民建聯 我認識他很多年前 我還不知道為什麼說阿Q 阿Q其中一個很害怕的人 叫假洋鬼子 你明白嗎 為什麼他這麼害怕 他不是洋鬼子 他不是洋鬼子 而他有洋鬼子的威勢 那你就會生氣他 那麼簡單 還有假洋鬼子 為什麼說 有很多外國人士 這麼介意別人的英文不順正呢 你的英文都不是那些鬼佬 你有什麼資格跟我說英文 我只會接受真鬼佬搏我的頭 就不會接受假洋鬼子搏我的頭 這是阿Q 你明白心理學明白什麼事 多點看阿Q的政選 在這個時候 就有一個沒有拉肺的梁振英 和沒有拉肺的律政司司長 走去 他就說 我質疑梁君彥 你有沒有權力 去幫他們重新做宣誓 批准他們重新宣誓 我閉門打兒子 你閉門打兒子 對 我打兒子 然後突然之間 外面有個主婦走過 他就去吵我打兒子 這是對的 是應該吵你打兒子 虐待兒童 你不會 是 或者我大聲說 哎呀 那隻貓很有趣 他就報了 就說我傷害他的玻璃衣 但是呢 現在是兩個不同的機關 今天最好笑的是什麼呢 就是政府有關人士 他又不說是誰 我就猜是一個法嚴人 白宮法嚴人 就回覆說什麼呢 我聽完之後 我也不知道阿密 他說 這個立法會是香港的一個重要的 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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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梁振英特首是香港特區的最高首長 這個律政司就是他的法律部門 這就關你的事了 怎樣關你的事 你這樣說完等又說了 我不明白 如果我們看回前幾年 一直發展下來 又不是真的這麼意外 2008年 習大大還是國家副主席的時候 來香港訪問的 已經提出三權合作 當時大家吵了一段時間 還是曾蔭權做特首 到了去年 西環的小明 被承報插得很厲害 和港四人幫第二位 就說特首是超然於三權 超然於三權 對三權之中有靈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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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界也好 靈界也好 剛才過完七月 現在就到了萬聖節 現在我感覺他真的在利用這件事 去整合這三權 變成全部為我所控制 我用行政權力 不能夠直接干預立法 我用法治的方式 擺放法庭上台 利用法庭作為 司法機關作為一種工具 去介入立法的事務 變成三權合作 已經不合作 已經不合作 是行政主導下的三權合作 重要 就算你合作不到 他都模糊了邊界 即是搏網 沒錯 承亂搏網 擦邊球 在香港製造混亂 承亂搏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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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這麼像 重建一應 你看看 他是同出一脈 同出一脈 就是他們 我們講的梁振英的班子 是很喜歡 政治問題 用法律解決 那時候佔領 兒子 乖啦 自己劍一邊 佔領期間 搞不定 他出煙霧彈 催淚彈 不是煙霧彈 催淚彈 對不住 對不住 催淚彈 87顆催淚彈 接著 搞極 你們都不走 豈有此理 到最後 找人申請 被雨傘擋療回去 沒錯 就請高等法院 頒發清場令狀 這次又是這樣 其實法庭的司法 司法也是獨立的 其實你們兩個人的問題 你們兩個自己想辦法解決 如果你能夠 即是 即是 他應該說 他的政治問題 根本不能用他的政治能力去解決 沒錯 已經全停了 沒錯 而他乘機博摸 麥加科 就利用了香港人守法的特性 這是很要命的 我不能說香港人錯 香港人守法 你出法庭的清場令 我無法不遵守 不是梁振英的事 什麼的士團體 小把團體 是申請的 你奈他不何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香港人接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香港人接受法庭的頒領 要遵守 我不會違法 那就清場 不簡單 即是說 他基本上已經沒有了付費 沒有了駕駛 香港的政治問題 他是解決不了 香港的行政機關 他也是沒有不動的 沒有人受的 行政機關最強的 如果有看共產主義分析 就是叫做 國家暴力 是合法的暴力 暴力到什麼程度 催淚彈都放了 只是還沒開槍 國家暴力在香港的層面 就盡了 如果你想了解 更多的國家暴力 可以怎樣 看看鄰近的菲律賓 杜特上台之後 死了三四千人 說是毒梟 說是反毒人士 很快有東西看 但是有個小女孩 五六歲 很漂亮的 難道五六歲 一個小女孩 懂得販毒嗎 又是一個叫做 collateral damage 今天是剛剛有架 菲律賓的警車 沒錯 踩油前後撞 示威者 踩油前後撞 特意的 剪額內容剪額 劃分兩頭 他那個即將大亂 今天警車剪人 這是一個symptom 但是分清楚 兩邊不同立場 那些警察剪的人 有沒有留意 他們是反美示威的 看清楚 是反美示威的人 去維警局 去打警察 警察發爛 開車 剪你這幫傢伙 明白嗎 這幫警察不是 杜特爾特叫你去 開槍殺人那幫傢伙 現在真真正正正通街 隨意開槍殺人那些 有很多根本不是警察 你看清楚這件事 是行私刑 不是警察 看清楚這件事 所以變成菲律賓的形勢 稍後有時間說 只能說 任何一個人 上台 企圖利用國家暴力合法化 去做事的話 必然天下大亂 就類似當時佔領運動期間 為何會有一些疑似社團人 出來打學生呢 問題就是 香港班不會受這件事的影響 結果 他完全沒有板斧的情況下 唯有出法庭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這次如出一次 就是政治問題解決不了 行政問題解決不了 連立法會裡面 你都沒有辦法保持 所謂的紀律出來 又是訴諸法律 簡單來說 這兩班子 是沒有辦法 有效管治香港 是整個管治失當的表現 所以每次都要依靠外力 找外援 而他認為這個外援 居然是他的家丁家勞 怎樣高等法院 晚上九點鐘要來開庭 所以他會有什麼事 就算緊急也沒有所謂正常 因為法庭半夜三更年的搜查令 法官不睡 他都要處理這些事 所以法庭基本上香港 其實一點都不是很僵化的事 如果你是緊急的 有時候會發生的 今晚要出禁制令 可以 他真的會開庭 這麼簡單 所以不要以為香港的法庭 真的好像官老爺 那樣死板 完全不是這回事 你緊急情況 他是會做的 不過法庭也都很清楚 表明了一件事 他會理你 他應該在這裏 他應該在這裏 發生什麼事 審議三個 到時再來審 我不會出禁制令給你 搞定 而且要留意這件事 律政司要求六點鐘開庭 這件事 我告訴你更加過分 如果有留意到 就是他根本沒有把他的文件 都沒有送來 是遞交給雙方 總之就是我不管你 我不管你有沒有收到我的文件 我也不管你有沒有時間 找到這個法律諮詢 找到律師代表你 大哥 我找到時間 律師都要洞 所以變得很明顯 法庭採取你很傻 不簡單 他執政人來做 所以11月3日那一刻 就是第二件事 就是所謂 政府很討人做那件事 司法覆核 政府很討人做司法覆核 有什麼所謂 律師 你最常說 把那些 什麼 拉布協議 那些 那些拉布 司法覆核 這下司法覆核 那些家貨 就是剛才雷黃說的 就是質疑到底 立法會主席有沒有權 處理立法會會議 最討人不要緊 現在成班 最討人搞留會 現在成班 所以就是法庭去到11月3日的時候 浪費了五餐肉 是啊 所以很明顯法庭去到11月3日的時候 也不會有其他東西說的 就說他也是 你很傻 突然間很懷念和國興 哎呀 寫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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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剪刀 金剪刀 算了 算了 每一個朝代 每一個朝代 每一個時代 都會有好玩的 起碼他們都不會玩拼搏 基本上這次 每天都說 《以戰論戰》這一下 其實都提了很多次 其實他什麼居心也好 是不是搞事 小學雞 是不是BB仔 其實這些是不重要的 如果你在戰場上 如何衡量 戰鬥力 是用對手來決定的 你說的 怎麼BB都沒有意思的 現在是人家舉全國折來蓋你當 你想像一下 有沒有曾經試過 有議員能夠令到 建制派集體拉隊走人 是不是 除了 當然沒有 沒有 除了上次 等了法叔 等了法叔 法叔真的很厲害 法叔真的整個身界 是他作主的 但這次你居然可以有 非建制派的人 可以令到建制派你 浪費午餐肉 只是這件事 我都要比較深思 很過癮的一件事 就是建制派說 不讓你宣誓 其實他唯一能夠做的 就是玩拉布 玩離場 玩留會 玩留會 有本事就留到11月3日 等法庭判完之後 他又叫你回歸之後 你再來拉布 劉鑊拉拉下 他們的民眾更惹陸 你拉拉下 所有民生議題 不用審的了 午餐肉不用吃的了 你們不用出糧 那些大白醬 其實如果稍為有少許 知道法庭會怎樣判 都已經知道 你不止留會 或拉布 拉到11月3日 要不就永遠拉他下去 整個立法會廢棄了 但是只剩下一個結果 有人真的提出了這件事 救僵的 梁先生 你體動基本法裏 賦予你的權力 解散立法會 重選 假裝這麼簡單 不過你在任期裏 只要做一次 就是這麼多 他沒有用過 他現在可以用 有權用盡 解散立法會 憲制上唯一能夠做的事 禁止你宣誓的事 就是解散立法會重選 他敢不敢這樣做 第一 你要拉布 你儘管拉建制 因為為什麼 都說了 我這次要給掌聲給這兩個人 沽默論他是不是小學雞 沽默論他是不是鬼 那句以戰論戰 他到底是爺安牌 他背後的金主也是政協 不要理這些 一可以跟你撇開講 我不理 我只是說一個點 能夠令建制派 以其人之矛攻其人之盾 有沒有說錯 對 人家一向攻擊泛民 就是攻擊泛民 劉會拉帆 浪費午餐肉 浪費公帑 現在你迫到他們自己 要做這件事 他給你看 他給整個香港市民看 你那時候不是罵這件事 你現在又做這件事 唉 就像周星馳 那樣 所以就是說 人家那兩個人 即是污物論的人 是歸什麼 他講到不明白 是進來搞破壞的 而他真的破壞到 明白嗎 所以 你真的用這件事來計 可以完全達到他的戰爭目的 就這麼簡單 現在不用他搞到你留會 你自己留會 不關他事 大哥 他說兩句 你也不讓他說 那就留會 不簡單 所以你純粹要戰鬥來計 有人說是肉赤俱焚 諸如此 他的宗旨真的是這樣 他不介意 其實你說他人也好 鬼也好 據我所知 投給他們這個組織的很多 大聲一點 我把聲殺了 我沒有人講過 不好意思 剛剛才康復 還沒有康復 其實 不管他是鬼也好 因為傳他們是鬼 已經很久了 但是很多人認為他們是鬼才投給他們 明知道他們進來是搞局的 就是選鬼進來搞局 求人得人 你說的鬼是不是我理解一個鬼 差不多 是共產黨的演員 很多人有這樣的懷疑 但我們不講陰謀論 但很多人 無論是鬼是人也好 真的很想有些新的人去搞局 你是人搞也好 你是鬼也好 不要緊 搞到就可以了 不管白貓黑貓 會搞局就是好貓 就是好貓 就是等於老鼠 拍老鼠白老鼠 入到立法會就好老鼠 是呀 可以清黃的 沒錯 所以他說是代表了幾萬個民意 不是錯的 不是錯的 不是假的 很個人的看法 還有欲華不欲華 你喜不喜歡他的做法 是不是小學雞一回事 到底是不是因為他這個小學雞 幼稚的行為 就能夠disqualify他 他現在合作 他說我肯重生宣誓 現在是你不給的 現在是你不給的 大口主席 是給他兩個宣誓的 給的 他在恆新主席權利 不論他是不是真的主席 有人懷疑 至少他現在還可以恆新主席 說忽然之間變成正義的朋友 其實不一定這樣理解 顧之賢往好處看 他真的是秉公辦理 這個主席的職務 可以 你可以贊 你說陰謀論也好 怎樣也好 這一點不重要 有一個很重要的 我經常講政治 戰爭也好 你永遠是有利益決定 你的立場 為什麼他這麼緊張 不想有人破壞三權分立 因為商界在香港的生存空間 全靠有法治 也就是說商界是很敏感的 法治的水平 否則賺錢的機會都沒有 明白嗎 如果不是 很簡單的 如果不是這個三權 擺明跟你撐過一定會 如果不是這個三權的模糊化 那怎麼會李超人 被人寫一篇別讓李嘉誠考料呢 他又怎麼會除了長江中心 什麼都肯賣呢 這就是大家經常講的 資本理性 去到一個利益關鍵位的時候 資本理性會發揮到一定的力量 的而且就是很理性的一件事 香港經常講 我們什麼金融中心 商業中心 你講什麼 天花龍鳳 為什麼人家不相信 你的極權國家 要相信香港自由市場 就是因為你有法治 這麼簡單 這就說完了 為什麼他作為商界代表 他要反對你 梁振英 踩進來 踩界 踩個龍 起碼立法 不讓你踩 道理一樣 你不可能 敢於一來破壞法治 你破壞了這件事 他們就無法尋直了 阿呂 你不抬寸我們 人家沒有貓 說我們靠貓 招眼球 以及靠貓 去騙光 經常被人冷嘲熱風 你知不知你的行為 你不可以自私 貓貓 是女兒 最近英國 你這樣捋到 我們三個被人說 不會 最近英國出了貓唱片 銷糧大聲 銷糧貓唱片 銷糧貓唱片 專門給貓聽 是嗎 貓爐跟貓一起聽 貓爐 爆到好 銷糧非常好 事份貓爐 但你不要害媽媽被人罵 人家是主觀猜渡 你有自由意志的女兒 不是媽媽指示 有隻貓 就等於女王是 嚇而出貓 你相信女王 嚇而出貓 順者得救 貓仙人 當然 我看到有聽眾 我們真的是Live 坦白說 我們四個節目裡有兩個是Live 就是《決戰中環》 星期三晚這個 以及星期六晚的《禁失不禁話》 都是Live 有人問怎樣聽Live 其實很簡單 就上我們的Facebook 按Live Four 數目字 然後是UM Forum 平時打法的Forum 加個U字 還有有人說 我忘記了 看不到你吹雞 其實你上我們Youtube 又是打Forum Four 你like了 他可以有Notification 傳給你的 這樣 回應 就是說 張寶成 有位聽眾 大口狗這樣做 是想拿市民的印象分 當然 這個說法可以成立 但是同時 也有另一個版本 這個很明顯是陰謀論 就是說 其實是合作一台戲 梁君彥就批 給689牌上 讓他可以做這個動作 就是說 到底你沒有這個職權 不太廉棄 那些人的陰謀論 我照說 然後法庭就說 你說梁耀忠就像一點 是 轉身射個三分波 這個我們已經 同意了 但是法庭到時候 那時候 人大釋法 是說這件事 是的 其實牌路 是有限的 是認識什麼法 突破到認識什麼法 不認識什麼法 就是不讓這兩條粉腸做 你們是肉華 哪條法才可以 我不喜歡 因為你們不尊重基本法 你們有分離主義 你們不尊重香港是祖國神聖的部分 其實歸根到底就是 你不相信我相信 我相信他是肉華 如果你不相信 那你犯法 是 那你什麼都懂 那你什麼都懂 你真的什麼都懂 如果你這麼少學雞的東西都懂 那你全都懂 你什麼都懂 你什麼都懂 到時候街頭抗爭會越來越厲害 不是街頭抗爭 那些資本家走路 這個是小的 街頭抗爭 知本家一定走路 你不相信就等於我犯法 那些什麼一回事 現在已經是這樣的 以色蘭國 如果不是你梁天琦 怎麼會不能參選 商界那一刻還沒刺到肉 還沒刺到肉 就算同樣理由 你說黃維基申請的牌照 我是不相信你搞得好 都可以的 那時候商界還沒刺到肉 不是沒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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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講朱利亞的事情 就是聚無可恕 原因就是 國家自從門前說 他被人針對 因為他不聽話 他被人針對 他不聽話 你想想 早晚到你都不聽話 他相信你不聽話 你就是不聽話 明白嗎 所以為什麼你說 大口兩 是經濟理性來的 你不能這樣做 資本理性 你不能這樣做 現在真的殺到懷新 你最基本的事情 三權分合 他都不再承認的時候 你還跟我說 會有人是無辜 我覺得他不止不承認 我們剛才也有說過 他是刻意模糊 因為這樣才叫做 是中港融合 太大的差異了 你跟內地那種閉門審訊 譚作人也好 或者其他維權人士 都是閉門的 你都不能上庭 家人都不能出席 那你說香港可不可以這樣 香港當然是不可以這樣 那兩地的差異 在一國的框架之下 當然是不可以 為什麼這些資本家 都要聰明地留意一下 先前所有出事 包括你在銅鑼灣 越境踏人上洗頭艇 大哥已經很嚴重一件事 只不過當時不是 跟你的經濟利益直接掛勾 你試一下 你不要說印書有問題 我覺得你買股票有問題 死定了 我來中環拘捕你 那你真的決戰中環 大哥 不是買股票的問題 是賣股票 沒錯 不買也是不愛國 不買也是不愛國 沽也不可以 不愛國是少 他進你半國 又說你育華 你買日本股票 說你育華 你買日本電話 幫你育華 他相信就可以了 你買Apple 你不買小米 你育華 國內的情況 就是有人用iphone 拍照別人的iphone 說為什麼你要買iphone 這件事很好玩 所以就是為什麼現在殺到埋身 為什麼經常說戰鬥力 這麼久以來 都未曾有人掀起這麼大的波瀾 原因就是 每個人都把事件 只不過是局限在某個事件裏面 不是問題那麼簡單 只是事件為事件 所以你越境拘捕人 你又不覺得有問題 大佬 你那個 張雲昌洗頭聽 那一刻你又不覺得有問題 然後所有個別事件 你不覺得有問題 現在殺到埋身 因為商界有個文化 我覺得有個很大問題 除了國家自組門前說 他覺得 只要我聽話 這樣就可以了 我香港老闆的心態 就是火記最重要是聽老闆說 那我公司的火記聽我說 我的最大老闆就是北京 只要我討好上面 或者我和什麼西環什麼 打通關係 我就已經一定有反省 那為什麼之前已經聞到 黃維基有什麼反撼 有什麼肉話 沒有 完全沒有 他只是踩了你某些人的既得利益 他踩入一個你覺得他不應該踩的地盤 他連新聞都不說做 他答應說不做 結果就是一男子相信他不會聽話 所以為什麼商界在十幾年來都一直抗拒香港的加速民主化 令香港的民主路走得這麼崎嶇呢 商界這個短視 他沒有運用他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去推動一個健康的政治發展 也沒有撞大自己商界的政治力量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抵死的 為什麼呢 他進入了一個兩難的局面 這些是舊遊自取的 你既然覺得 現在說親中外國就有飯吃 GDP無限增長 然後他就可以從中獲利 像你說的 他沒有運用他的政治上能夠有的影響力 他只是為為樂樂地 撲倒走去做這個家勞的時候 那你就會發覺 因為他是被困於一個思想限制 他就覺得民主化代表會引人競爭 因為如果我繼續做家勞 那我老闆 即是我大哥 即是有人照顧你 是的 我主子一定照顧我 那我不是有優勢於其他人 但是他們沒有想過一件事是用完即棄的嗎 是 沒有的 沒有想過這件事嗎 沒有的 你看一下中共的黨史就知道什麼叫做用完即棄 香港沒有人對歷史有興趣 很明顯的 這件事是功利主義到爆 人家是唯物主義的 你說將人物化是不對的 他什麼東西都是物化的 給你商界物化 可以肯定 明顯是完全功利的 所以用完即棄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那麼現在 你說踩到這個地步了 你開始現在來怕 你現在要求三權分立 你現在要求維持法治 你現在要求維持法治 所以商界也跟大家說一聲 雖然我知道你們很多都在大英帝國 那裏有個護照 在亡我之心 或者美利堅共和國 叫做亡我之心的帝國主義不死 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 美利堅合中國那裏有個居留權 賣了屋 我覺得將來有什麼事 我離開都很容易 我心想 你們去到這些地方 即使你有多些錢 旁身後 你最多只能過一種安安穩穩 吊下魚游下水的生活 你要取回香港的社會地位 要取回香港的經濟利益 沒有 外國沒有你們玩的 有你們坐在家睡覺就行 你是不是想永遠和你們的下一代 都是這樣過生活呢 所以現在基本上 好像呂王所說 你真是中瓜德瓜 中鬥得鬥 你夠有自取 給你有個機會 去共同去維護 創造一個 大家都安居樂業的社會 你不肯 現在到最後 輪到你的利用價值 完了 你看看你會發生什麼事 還有一件 懶 為什麼懶 不想創新 為什麼不想創新 因為政治要創新 民主政治 政黨政治要創新 他們要找一種最簡單獲利的方式 就是我是巴傑奉迎 只要我巴傑到西 之前叫做新華社 現在是中聯辦 巴傑到就覺得自己威威 在上面跟誰握手 我就已經叫做威威 這些就叫做政治 他們是想拿最簡單的經濟政治 直接獲益的那種政治 這些是豬一樣的政治水平 如果這些叫做政治的話 他們真的覺得這些是政治 我真的吐血的就是 我聽到很多 我說我那個朋友 是上個星期 我講完上一集給大家聽 這個施殺列車 不是有前轉 我又講回前轉 前轉就是我和我一個朋友 一起在這個匪地回來 在火車上面 剛剛是上個星期三 上個星期三 我在車內 我看著車內的新聞 就是姚從嚴宣誓 然後到梁宗恆和佑慧晶 我這個朋友 就繼續看他的FB 貓貓狗狗片 如果有我自己私人FB 都知道我的影片 九成九都是貓貓狗狗 事實上 貓多於狗 對 貓多於狗 對 沒錯 真心 但是狗不狗 都有些不關事的事情 例如關香港事的事情 我私人FB 我來余濱 娛樂我自己 但是我不是對新聞敏感 我不會看新聞會死 會氣喘 會皮膚爛 會發為血水 不會的 上個星期三 在車內 他在看電話 看貓狗 然後我就說 你看一下 你關心一下 我說 今天發生了大事 如是 過了一個星期 當我在新聞上 看到梁宗恆和佑慧晶 她就問 這兩個是誰 那你說 我是否忍不住 我是否對新聞敏感 然後我就說 你不要覺得 不關你的事 我說 為什麼你的女兒 抽不到公屋 不是因為 人家要建公屋 但是問過一些大媽傻 大權力的人士 人家說 不行 我家後欄怎會有公屋 我家後欄怎會給人家居住 當然不行 沒得起 沒得起 沒得起公屋 因為要拉布 我幫你解釋了 她是這樣想的 然後我跟她說 你以為你現在做小生意 做指甲 美容 你覺得很安穩 不用理會這麼多 不用投票 很簡單 當然是極端 就是說 突然之間一句 只要是一國兩制 只要是內地出生的人士 都可以在香港執業 香港工作 你之前的醫生註冊 收定條例就是這樣 不會的 香港不會這樣的 做到外面都說不會這樣 做到外面 是啊 我聽太多 不用失分證 只要有內地的戶口 都可以在香港執業 在香港做生意 我說大哥 立刻有幾萬個做指甲的 衝下來和你爭 你和她鬥便宜 怎樣鬥便宜 不要不覺得關你的事 是不是真的不關你的事 另一宗關事的就是 一個康橋之家 嘩 我先去洗手間 你們先聊著 但是一講重要的事 你就閃開 那怎麼辦 作為女性 你也要表達一下意見 大哥 謝謝 康橋這宗是另一個社會大的問題 很多人都在哭打哭殺 但是一個很頭痛的 麥加科 前因後果 是不是又是關於拉布使 我真的不知道 類似的問題已經出現很多 不是只說康橋這裏 對一些弱勢的小門會 是有一個所謂欺凌的現象出現 其實很早之前都看到 甚至是老人縣 都一樣是欺凌老人家 劍橋護老縣 公開洗澡等等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在這裏密化也好 其實就是說 第一 我不是用左教的角度來看這件事 不是說政府應該大礙包小社會服務來看 而反過來 到底政府有沒有想過要監管 我當你不出錢 有沒有監管 此其一 第二 就是這些行業 諸如此類 生存空間在哪裏 是不是不用這些 最操劣的管理水平去管 管不了 營運不了 你這次反應是大的問題 我自己跟社福界等等都有些接觸 發覺 很久存在的一件事就是 有一類他永遠不需求很大 剛性需求很大 但永遠等不到的 一個是護理安佬 一個是智障的縮位 護理安佬 通常政府資助會有一個比較好的條件 大約等七至八年 不足夠老人 等那麼久 如果現在是智障的 今年初發生了一件事 有一個八十多歲的媽媽 照顧智障的下一代 死在家裡 兒子陪他 社會悲劇 當時比較關心智障人士福利的 立法會張超雄 提出了一個數字 就是說 中度智障的 今年初說的 政府資助的智障 要等大約七至八年 嚴重的那些 大約等十四年 這件事 就變成為一些私人的縣事 製造一個相當大的空間 因為很多家長 根本沒有能力去照顧他們 一些智障的下一代 又等不到政府那些縮位 唯有給私營那些 送他們的私營那裏 照顧著 那私營那些既然有這麼大的需求 而政府永遠滿足不到的時候 那他就給一些最惡劣的質素 好了 監管是什麼呢 他有個發牌制度 他是會給 正確來說 他應該發牌才可以給你經營 但是如果他每次拿到那麼緊 去發牌 就全部倒閉了 這樣就製造了一件事的豁免證明書 即是康喬這件事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之前這個院長 在2002年已經出了兩宗 即是說豁免證明書很重要 就是有一個合格的註冊社工 要去負責監管工作 沒有了 明白嗎 還有他那個其實 為什麼有一個豁免證明書 就是說 他的條件不行的 不合資格拿牌 不過我容許他 合格經營做住先 做住先 一做就做永遠 那些做經營這些院舍的 你敢不敢取消我的豁免呢 不夠取消的話 整個城寨人回家 全部取消了城寨人 真是睡覺也可以 等於劏房一樣 你明知道劏房 什麼什麼什麼的 你試試取消劏房 全部十萬人出街睡覺 所以他做到幾難 裡面的管理幾難也好 他都繼續這樣經營 這間的麥康橋 最近百元才有個十四歲的院 又有墮樓死了 有沒有立刻抓人風艇 沒有 繼續經營 其實不是說監管 就算有監管他 也不敢管 不敢監管 這個話題其實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深水清 記得我寫過什麼文章 其實上一次都說過這個話題 香港政府那種管理的心態 是叫商場主義 是商人治港底下 所衍生出現意識形態 什麼叫商場呢 就是所有的空間 只有一個優先 土地問題 賺錢 營商 香港除了營商 沒有其他價值 這不是左膠不左膠 反過來看 而這種主流意識形成的什麼家科 是領會上市 明白嗎 然後衍生出來的什麼家科 就是把所有不是賺錢的東西 變原化排斥 所以在所有城市規劃 地區規劃裡面 即使它說有社區配套設施 那些東西都永遠是不賺夠的 永遠都是 因為這些對它來說 是影響它賺錢 講得難聽一點 影響它使用 商場裡面如何會容許 這個智障中心 老人餘的商殘服務中心 它完全不會容許這個東西 因為它不會接受正常的社會 香港的管治理念 尤其是空間管理裡面 只是接受商場主義 因為它希望整個香港 百分之百都是煤頭 我覺得無謂回答這些豬骨 因為豬骨是不賺錢的 豬骨也不好看 但是我們知道 一隻豬是有煤頭和豬骨 還有鯉肌和不同的部位 即是說一個正常的公民社會 應該有的東西 在這班管治階層裡面的概念 是不應該有的 即是旅王所說 它不會接受一隻正常的豬 它只會接受一件豬腩做豬 其他什麼都不要 這個又有少少納水德國的意識 生出來是弱智的小孩 趕盡殺絕 因為對國家沒有貢獻 他覺得仍是成為國家的負累 所以納水德國當時 生出來是殘天生殘疾 其實現在做的一模一樣 只是價值取向不同 優先次序不同 做法不同 人家要求民族純正 血統純正 現在要求賺錢純正 你不賺錢就趕你走 利益純正 特首說沒有經濟價值 體育界和宗教界 他相信有就有 到你真的贏金牌回來 祖宗面上貼金的時候 他就覺得你有 但凡這些事情 根本就是整個管治心態的問題 好像養華債 是否容許人家賺些暴利 諸如此 暴什麼是你 然後就交租又去了 其實都是地產霸權的結果 所以這就解釋了 為什麼他可以用幾千億做這麼多大白象工程 這些大白象工程 他拿出零頭出來 已經解決了所有的 胡理安老院舍 智障院舍等等的問題 高鐵起少一公里 這就解決了 老實說 這就是香港人的悲哀 因為生養死狀 生養死狀 沒有說錯 全部自然要的 全部都沒有 生不夠床位 生出來買不到奶粉 還沒說生都沒有地方搭東西 怎麼生的 我給你搭東西 給你有了 在街上生 醫院床位又不夠 然後那些漂亮的房子 全部給內地的有錢的大婆 二拉三拉都罷了 買不到奶粉 不知道去哪裡打針 讀不到書 入不到小學 我們以前其中一個拍檔 都找過蕭公子幫忙 幫他的兒子入學 是不是 你記得了 好 然後到老了 現在醫療你發覺什麼 醫療又是減了2.5億 醫療就是起大白象 然後死了骨灰擺邊 豈不是撒下去 還不到 樓更加不用說 生無安窩居之所 死無壯身之地 就是香港 說了 絕大部份的港珠 都仍然是認同了 一件反過來想的事情 你活該死 人家沒有樓 你賺不到錢 你不努力 你沒有生涯規劃 所以你會自殺 沒有生涯規劃 教育局局長說的 你沒有生涯規劃 所以你應該要死 沒有生涯規劃 我有聽眾跟我說 覺得我現在做決戰 沒有以前那麼好聽 為什麼 你爆笑了粗 不知道 真的爆笑了粗 但是 因為你爆粗又被人說你爆粗 你不爆粗又被人說你爆粗 就令我很不自然 不自然就不說了 不用的 做自己就可以了 但也不要緊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什麼呢 就是阿姐真的很累 你明白嗎 這個禮拜很累 上個禮拜很累 而且上個禮拜很累 因為這兩天都有足夠的休息 但大部份的時間 其實各位聽眾 例如蕭公子真的撞車 撞到一架車是超過失 報銷 很慘 我懷念我的車 人沒事就可以了 新外物 你沒有掌握 你連皮外傷也沒有 我打算看不到你 你要感恩 我不會感恩 阿楊聽到他的聲音 還有他還在擔任這個拐掌 逼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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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緊 今晚還要回歸 我沒有一個車車 他不知道怎麼搞 還有我們現在做完決戰 兩位還會再錄一節 我真的要做什麼呢 我真的要罰抄 我罰抄 因為我每天在學日文 那不罰抄 說了兩句廢話 廢話就是 為什麼可以上了一個禮拜課 那些同學可以用日文發訊息 有個group chat 大家全部都用日文訊息 這麼厲害 我只是問什麼 大哥我看都還沒懂 你知不知道 我背了五十音 我背了一個音 我還未認得一些字 有些人真的有一個語文天才 不關事 他們有底 我打麻波 你老豆試什麼什麼的時候 底部就跟我不一樣 我儲了幾十年錢 我都不會像你出生那一刻 那條金鎖匙 就是這些 靠努力 我看到有些有語文天才 他學了少少日文之後 他已經做到一些簡單的日文和中文翻譯 人的各有所長的 沒有所謂 有些人語文會好些 有些人很過癮 特別某些語文好些 不是所有都好 很過癮這個世界 人的各有所長 很神奇 我會搞定這個語文 等於我學煮飯也沒有女王那麼厲害 不要說這些 說回張建華 這位是康橋的前院長 孟維秀 多一隻高登神出的孟維秀 一百夢出了 這位人的問題出在哪 我們先說朱經緯 打人 有片拍完 他突然抽到偶利 七警暗角打獲金 另外很多件事 是很明顯的不公義 包括以空襲警 但是現在你見到 你的政司長很趕地要處理 很急很急很急 八百里加急 我終於記得一個字 就要處理這個 梁君彥到底有沒有權 去審 不是審 去批准兩位議員宣制 但是那邊他就倒錯了 那邊的證據是確鑿的 在他的辦公室裏面 是有他的DNA 直至說有他的精液的紙巾 連上女事主受害人的體液 的sample 的DNA 在那些紙巾上面 最正確鑿 我們說這個physical evidence 物證是充分的 但是他倒下了 charge 原因就是 因為當事人有創傷後遺 然後他智力有問題 未必能夠出到庭 能夠踏到 所以就倒下了 charge 我真的很低能 但是我的想法就是 那你兇殺案 是不是要死者來答辯 死者要說他怎樣受害過程 無數次世界有些例子 有些案件不多 但是有的 死者是連屍體都找不到的 但是他們是假設他死了 因為你怎樣假設 不是我覺得 最近已經有個案件是這樣的 有一個人失蹤了 真的失蹤了 而最後那個兇手 真的被人告入了 是有個案件在那裡 連屍體都沒有 很近而已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在這個兇案現場 就是證據確鑿的話 就打你 這麼簡單 因為兇案現場 那一堂血 那個面積很大 流了很多血 你正常是無法生存 他就假設當事人死了 未必能夠設置屍體 但是現在就是 罪證確鑿 那個女生沒有能力說 但是你怎樣解釋 辦公室裏面有精液的紙巾 還有上面有女士主的DNA 如果要講技術 很多細節可以好處講 純粹講一個精神問題 為什麼我們這麼緊張 不是在於法律技術 細節是誰玩的 任何人打的官司都知道 你要打掉官司 不是這麼難的事情 這個禽獸擺明是很懂這些事情 沒問題 重點不是在那邊 重點是你律政司做什麼 你抓法官半夜三間九點鐘 十二點鐘開會 因為你覺得有人辱華 但反過來 有人真的辱華 physical abuse 他不緊張 他不緊張 是啊 physical abuse 他不緊張 mental abuse 他不緊張 這個人很短的 根本就是 這才是重點 剛學一下蕭公的 就是管治意識 管治意識的問題 他管什麼 他想管什麼 自張的邊緣化就算了 對他來說 不重要 不重要 這個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公義問題 總之 這些社會上沒有貢勸 那就不要管 無能為 愛莫能助 你說什麼都可以 那條孟維秀 就說他接受港台訪問 他說 因為我有包豆奶 就在垃圾桶裡 女士主進來 就說要喝那包豆奶 就在垃圾桶裡 撿了他出來喝了 然後可能口水 撿到紙巾 咦? 但為什麼你的辦公室 裡面會有 打完飛機有精的紙巾 老老實實 你上班打飛機 我都覺得你很有問題 記住 這個都是specific event 先前那一宗 也是沒有人接受去處理的 他簡直是說 事主是有 真的夢遊 所以基本上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但是為什麼可以重複 如果不停出現 沒有人制止他 除了仰化發牌制度 臨時豁免的諸如此類之外 根本沒有人有意識 去制止事情發生 因為不重要 因為那些不是結出青年 沒有樓的 不成功 而且他是豬頭骨的一部份 就是不會幫你賺錢的 沒錯 梅頭當然重要 豬骨就是不重要 所以被人性侵也不重要 他根本就不在乎 完全不在乎 所以你管治一個社會 人家會不會覺得你在管治 就是看這些事情 你關注什麼家科 人命你不緊張 人的安全你不緊張 你根本不當人是人 你緊張什麼家科 你緊張表忠 所以說專門 最後幾句就是 當你覺得 我很乖的 政治與我無關 我不擔心這些髒話 這些事情不是輪到我們說的 我告訴你 這些事情可以發生在你和你家人身上 而且這些事情會一路惡化 因為你記住 你絕對不是坐在立法會裡面 專貴的建制派議員 及其家屬 記住 所以你是說專門 現在受害的是智障 遲些會再擴大 其他智力正常 但是無權無勢的人 一路向導 一早發生了 你只不過不覺得那些是侵害 你想想 你橫州被人清的那些是什麼 中地的車場 你不清 你清別人的村子 你剷走那些人 非原居民的村子 所以任何弱勢 一早已經被人欺凌了 不過所有港珠都維持著一個思維方式 就是國家自訴門前說 不是剷到我 就不關我事 就是這樣 所以你們都有老人家 長輩會駐老人院 都會有死無葬生的那一天 你不要說我遷就你 是 因為火化了 你不要告訴我 你肚子撞到 火化了之後 你的骨灰都是隨便 砍在殯儀館 你連位 骨灰庵都未必有 現在好像有很多儲存在 紅磡之旅的 舊樓那些 臨時的位 是啊 很可憐 不是你創的 你有老婆子女的 是不是 他們會不會 就發生這些 被人非禮 被人強姦 除了這宗康橋之家 說多一句 就是 有一個傑青 不是真的傑出青年 但他經營一個 訂標牆 你看看新聞 啊 非標那件事 是啊 就直接女事主的內褲 總之身體上 有雙方的DNA 這個也不是最重要的 這個法官輕貫 而是說 飲品 那個杯子 跟女事主的身體 都是發現到 同一樣的東西 鎮定劑 就是這個 它叫做迷姦水 迷姦水 還稱迷姦水的鎮定劑 是 即是被人 鎮定了 即是那個老闆 錶場 錶把 開明鎮定錶 非標 老闆 看到那個女生 漂亮漂亮 然後給了一些 特別調整的飲品 喝完之後 就走去 就走去 上下其手 總之 有東西留下來的 有些 液體留下來 斷了 但法官就說 他很有前途 我不想誤了他前途 所以 社會服務令 這樣 這個也事小 老實 你屈個法官 這是其次 任何官司 打得多 都知道什麼事情 檢控官在做什麼 手正 你檢控官有沒有做好檢舉工作 你想清楚 大家不要跳過這件事 法官說什麼風涼話 都可以 問為什麼法官會這樣判 為什麼法官會這樣判 看檢控官做什麼 功夫做得不夠 你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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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個女孩 都是某人的女兒 某人的女朋友 可能是女朋友 可以是誰 他只不過是跟朋友 出來消遣的時候 因為天生美女 而不幸被人這樣 欲 不一定要美女 真的 不好意思 身為男子 糾正一下女士 甚至女士自己 包括女王 那麼厲害 都有一個錯誤的印象 就是經常誤會了 以為性侵的受害者 一定有些東西 吸引到的色狼 例如她美女 完全錯誤 色狼和禽獸 只有一個情況下 會做這件事 因為他們可以 明白了 因為他們可以 因為他能夠傷害你 他就會傷害你 除非法律制止她 或者她的良知制止她 沒有的 沒有 有得良知 就不用做色狼 是不是 即是教育有問題 人格有問題 你就會傾向做色狼 第二個問題 管治制度 法律制止不了她 怎麼搞錯 沒有後果 即是沒有任何的防止 他做這件事 色狼就通街也是 記住 女王仍然有點天真嬌 不是一害色狼 OK 不是這件事 因為我真的見到官司多 我真是很老實地說 不是有任何的仇害人 去招惹別人侵害她 只是因為 是侵害她的人 覺得是可以侵害她 所以她就變成受害者 就是這樣來的 OK 不要想錯別樣 所以講諸請你醒覺 因為任何一個受害者 whether你是在老人院被人質屎 那個 公眾洗澡那個 還是被人非禮落藥那個 或者你在商界的權益 逐步被剝奪也好 剝奪也好 剝奪也好 剝奪好似 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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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倆過她 我好生氣 我好生氣 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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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集再見 各位報仇 他們倆會繼續做這個罪言堂 拜拜 拜拜